肺癌患者在我国并不在少数,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患者的病死率,都是高居榜首,尤其是在男性癌症患者当中,肺癌的病死率更是惊人的可怕,而且我国的发病率还依旧成逐年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在1.63%左右,就和我国是个严厉大国,又直接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然了,在吸烟的人群里,大多都是男性绝多,因此男性肺癌患者较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靶相药物主要有这么几类,一类是以表皮生长因此受体为法典的药物,另一类是以火化素受体为法典的药物。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靶相药物。 1.埃把气泥,二把克气泥,三,肚色气泥,肚色气泥是一种可以刻意性抑制表皮生长因此受体突变的小分子物质。 但是对于野生型的表皮生长因此受体的抑制作用比较小,相较于其他靶相药物,肚色气泥的生血糖的副作用比较明显。 如果是同时患有糖尿病的肺癌患者,这个药物还是不要讨论了。 文心提示,抗癌卫士已开通健康咨询服务。 如果您在抗癌或者抗癌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181199,咨询我们的抗癌管家,他们一定会给您全心全意的服务。 参考文献,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